我們來看看他 就是怎麼樣玩python in ving 好 我們謝謝他 好 那 好 那那個 今天這個我要講的主題是 python in ving 那這邊這個兩個logo 應該大家都不陌生吧 一個就是python 一個就是ving 我想先調查一下 就是在場有人不是用ving的舉手 喔 還蠻多的 那不知道大家用什麼啊 是emax嗎 還是knowbook 那還是最近蠻紅的那個subline text 那不管怎樣 那我今天講的是vim 那其實是vi improve的意思 那vim其實可以做到很多神奇有趣的功能 那比如說今天要講解這個就是 python在vim裡面的用法這樣子 好 那我先自我介紹一下 我在網路上暱稱就是就是dark dream 好 那我現在是念那個交通大學大士這樣 那平常的話就是會寫python這樣子 用python寫一些有趣的小工具啊 然後小遊戲啊這樣子 或是幫助自己的小程式這樣子 那另外同時也是vim的重度使用者 比如說我在windows上 然後寫androidapp的時候 那我是用xlibs在編譯的 可是我還是要用vim去編輯它 因為我覺得我要複製一行 然後不能打yyp 然後就會讓我非常的 很不自在這樣子 不過編譯的時候還是就回去eclipse這樣子 好 那今天我講outline其實就主要就是這四點 我會先講一下python interface 在vim是怎麼使用這樣子 那另外還有就是在vim裡面有個叫做vim module的東西 那我會稍微介紹一下它如何使用 好 那接下來會看看有人用這個vim module做到什麼事情 那一個就是conquer 那一個就是python mode 這兩個東西都是vim的plugin 那等一下我會示範一下它用起來是怎麼感覺 好 那這張圖的話 或許大家都看過這張圖 那這邊vi就是這樣直直往上去 然後平平的 它其實就是在說vi它入門很困難嘛 那不過同時也表示如果你能夠把vim學起來的話 其實你之後想要拿vim做什麼事情 都會很輕鬆這樣子 那這邊這邊繞圈圈的這個就 跳過就好跳過就好 好 那接下來就進入主題 python interface在vim裡面 那它其實這個文件你們可以 如果手邊有電腦的話 你們可以馬上打開vim 然後打help python 那它就會跳出這一頁 那這一頁其實就是python interface tovim它的說明頁面 那其實可以看到它這個頁面其實 也出來一陣子 這是less change 那其實我不知道它第一次出現是什麼時候 那這個東西其實也一直都有在更新 像是這邊它其實已經支援python3了 只要你的vim是有加上python3在編譯的時候 那你的vim其實是可以用python3這樣子 那接下來如果你希望讓你的vim可以使用python這個interface的話 那前提是你的vim必須要有加python這個feature 那怎麼check呢 你可以打version 那這邊我們就現場來看一下 這樣看得到嗎 python在這裡 這樣就是有編的意思 那這個減python3就是沒有把python3編進去的意思 那大家可以如果手邊的電腦的話 你可以馬上打開來試試看 那不過我稍微 我剛才有檢查過一下 發現Mac上 像Freebitd 還有ubuntu 這些基本上他們都 預設都有加python 那比較奇怪的是 ArcLinux竟然是兩個都沒有 我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 然後更神奇的是 Sigwin 就是在Windows上的 的那個Posix的資源 它是兩個都有 還蠻神奇的 不過它確實是兩個都可以都有 那如果 那如果 你發現你沒有加python3 feature怎麼辦呢 那你可以去把 vn的source寨下來 它可能會長像這樣子 那這邊有一個src 好 然後你可以去 configure它 configure的時候 記得加上 enablepython interpreter等於yes 這樣子 那就 編完之後 就馬上編一個 好就好了 因為其實我沒有clean 好 那這時候就會有vn可以用的 那這時候 再看它的version 就可以看到 它python3就出現了 在這裡 這樣子 那其他這些有的沒的feature 其實你們也可以去把它打開來看看有什麼特別的 好 那我們就繼續 那現在就是 如何在vn裡面使用python呢 那主要就是有這個指令 叫做python 然後後面就打pythonstatements 那如果你今天你的指令很長 有很多行 那你也可以用這個 鍵套鍵套EOF 然後中間打很多行 然後最後就 EOF 就跟shell的那個用法是一樣的 譬如說像底下這個範例 就寫了一個計算階層的方選 那跑出來它就說3628800就是10階 那譬如說今天 最快最簡單的一個python程式是什麼 當然就是holloworld的嘛 這我可以print了 helloworld 它就印出holloworld 這是一個最簡單的python程式 那當然 多行的話 就是用EOF這個方式來寫這樣子 好 那接下來還有另外兩個指令 一個是pydo 這個pydo還蠻神奇的 這其實是vim它的 它的那個程式裡面有一個叫做 devvimpydo這個方選 那它有兩個參數 第一個是line 第二個是line nr 第一個就是說 它會把這一行的內容傳給你 第二行是line nr是傳 這一行的行數 它的編號是多少 那這個是什麼意思呢 它就是說 pydo其實就是執行這個方選 然後這個body就是你在填它的 它裡面是什麼東西 那它可以做到什麼事情呢 譬如說像下面這個 下面這個先等一下好了 譬如說我現在希望把這個檔案 它的最前面全部都加上行號 不是不是這個 這個是vim裡面的行號嘛 那我要加的是 就是讓它檔案裡面真的跑出行號 那我可以直接用pydo 不好意思這邊 這邊看得到嗎 最底下 還是要再大一點 好那就這樣子 然後我就寫它裡面的東西 return return是什麼 line nr它是一個integer 所以在pydo裡面當然要先轉成str line nr 然後 一個空白 再加上原本它的line 這樣子 那它前面就會全部都幫我 補上一層的行號 就是line nr 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這個例子 譬如說今天拿到了一個資料 它長這樣子 然後我希望 把每一行的數字全部加起來 那要怎麼做呢 那平常的話可能就另外再寫一字pydo 然後把它加起來 或是我把它複製起來 然後中間手動開始按加加加加加加加 這樣對不對 就很累對不對 所以如果用vim的話我們可以這樣做 用pydo 那return什麼東西呢 return要把它的東西全部加起來 加起來的東西會是一個數字 那最後return的東西必須是自串 所以我先包一層轉型 這樣子 那要加什麼東西呢 加的東西是line的split 對不對 把它用空格全部切開 就變成一個一個數字 可是切開之後 這個東西會是 每個數字都自串 因為在pydo裡面 它是強行別 自串和自串 你不可以做上 那所以我還必須把每個東西 每個元素都再轉型一次 變成int 那我就用map 這樣子把它轉成 轉型成map 好 這樣下去之後 每行的數字就全部加起來了 那這個範例的話 可以在這邊看到 它就是這行的範例 它可以把那個檔案全部加起來 好 那再加起來的話 還不夠 我們再繼續下去 比如說我想要計算 每個數字 它的階層 等於多少 那我怎麼做呢 各位可以想想看要怎麼做 那其實做法的話 可能一行拍度不夠 那不夠怎麼辦 沒關係 我就繼續定義我需要的方權 我先定義一個f 這個f就是幫我計算階層 1 if x 小於 像這樣子 這就是一個計算階層的方權 對不對 下去之後 我們可以先檢查一下 f10 print 就是3628800嘛 就是10階 那現在我有f了 我就可以利用py2 來幫我直接把 每個數字都轉成 都轉成它的階層 所以我就直接 把line 把line丟進去 不過line是自算 所以我記得要再轉一下 就這樣 那就變成它的階層了 所以說用這些 用這個python這個工具的話 可以讓你的vim做事效率會更提升這樣子 好 那接下來再一個指令 py file 這py file的話 是可以讓你在vim裡面執行python檔案 比如說這個最好用的地方就是說 比如說你今天在編寫一個python的程式好了 你想要執行 那通常大家都會怎麼做呢 再開一個terminal 然後python test.py 執行下去 這樣好對不對 然後就開了好幾個視窗 好多好多這樣子 那如果透過這個py file的話 你可以直接在這個檔案裡面打py file 那這個p 這個p 在vim裡面 是代表這個檔案的意思 這樣的話它下去就跑出來了 為什麼不要忘記它靠點前面 這個是利用python內建的 其實都可以啊 都可以都可以 好高興就好高興就好 我也可以 我也可以打這樣啊 這樣更短有沒有 pyf對不對 好 好 這個小插曲小插曲 好 pyfile 那這個pyfile其實 如果你今天是要寫一個vim的plugin的話 這也會很好用 你可以把自己的檔案 然後透過pyfile的方式source進來 那像剛才我利用python 定義了一個叫做f的計算階層的function 那為什麼它還會在 因為它其實vim開著它那個 python的變數都會一直保留在它的系統裡面 所以你今天如果要寫plugin的話 你可以利用pyfile來把你的檔案給source進來這樣子 這樣子 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來介紹一下vimmodule 這個vimmodule的話 你要使用的話 你要在vim裡面 importvim 聽起來很神奇對不對 對 那其實就是vim它有提供這個module讓你用 好 那我們就來import 我們先看一下這個eXmod 這eXmod可以讓你的指定就是 在vim裡面然後不會馬上被洗掉這樣 好那我就可以拍上importvim 它就import進來了順利沒有噴錯 好那在這個vim裡面有什麼呢 你可以就直接把它印出來 print dir它嘛 你可以看到這個vim底下其實有這些東西 那這個操作其實跟你平常在用vim都一樣 只是前面要多加拍賞這樣子而已 好 那透過這個vimmodule你可以做到什麼事情呢 你可以存取vim的windows vim的buffers 還有修改它的buffers 這些幾乎所有事情你都可以做到 好我們來看幾個function 這個command大概是最常用也最好用的 它就是可以透過排賞來呼叫vim的command 這什麼意思呢 比如說你今天 你今天想要把這個檔案全選 要怎麼做 在vim裡面的話我可以這樣嘛 大寫g先到行為 然後再大寫v進到那個sele模式 然後再小寫g兩次 它就把整個檔案給選起來對不對 好那如果我今天在你的parking 你的python裡面要怎麼做呢 你可以python 然後vim的command 然後 因為我是在normal底下做這件事情的 所以就用normal 然後vgvgg這樣子 好它就把這個檔案給選起來 它就相當於是送指令給vim的意思 好 那在這個evl 就是可以 可以把它把你的這個後面這東西 然後在vim裡面給它evaluate 那譬如說 可以做一件滿眉一一的事情 就是eval 然後 後面是 1加2 把它印出來 好就3 那其實就跟python evaluate是一樣 然後它還有chdir 就是vim其實它 一個檔案它都會有 開啟這個vim的目錄嘛 所以譬如說我今天 開啟一個新分頁點 開啟一個新分頁點 然後什麼都不打 開啟新分頁點的話 那它其實會開啟當前的目錄 那如果你希望這個目錄去改變的話 你可以透過這個function來改變它這樣 好 那再來vim module裡面 還有提供一些 一些那個 一些 變數 讓你使用 剛剛那些是function 這些是一些物件 好 那在講這些物件之前 我們先來看一下vim它的架構 其實vim它是 它不只是編輯一個檔案 它是可以同時編輯很多個檔案的 譬如說像這邊 我這邊就開了三個分頁 有一個叫做tmp的檔案 一個是tmp2 一個是taps.py 它是可以有分頁的 那在分頁底下 又可以有很多個windows 譬如說最常見的就是 你們今天在help的時候 它不是會跳出這個東西嗎 就變成有兩個windows對不對 可能 可能它那個的關係 它會變成兩個windows 上面一個下面一個這樣子 就是windows 所以它一個視窗 也可以有很多個windows 那在windows裡面才是它的buffer 好 那今天我們要看 它有哪些 怎麼變這樣 好 那我們要看 透過在Python的code裡面的話 你可以用tap pages 它就可以取到現在有哪些分頁 然後windows就可以取到現在所有的windows 然後buffer就取到所有buffer 那另外還有一個是current 這個current它其實是 底下又有很多個子變數 那這些變數就是指說 當前的你滑鼠所在 游標所在的那個地方 是在哪一個tap 哪一個windows 哪一個buffer裡面 這樣子 那你就不需要再去用tap pages 然後再 在中過號啊 然後慢慢去取它 例子裡面的東西這樣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tap page 這個object是什麼東西 在VM裡面其實 那些東西也有相對應的東西 的物件 好那在Python裡面 它也有相對應的東西 在這個tap page裡面的話 大概有這些變數是比較常見 像是number啊 它的編號 如果我們現在看 它現在有什麼編號的話 把它轉成歷史看 它就可以看到有個012這三 就是分別代表這三個這樣子 好然後你再看它的windows 就可以看到 當前這裡面就是只有一個 就是只有一個windows0而已 那如果你要看別人的話 那你可能要取 比如說1裡面的windows 那它就是一個 一個在另外那個地方裡面的這樣子 那因為我現在不是 slate在那個上面 所以它可能就是 會顯示這樣 不過它又找到 好 那再來還有 在每個tap page底下 會有一個叫做windows 它是一個list 表示我現在這個分頁裡面 開了哪些tap 好然後再來還有windows 就是指的是current 當前那一個是哪一個 那還有這個t的vars 這個vars是指它的variables 在這邊我要先講一下 就是vim script的話 其實vim它有一個自己的script 就叫vim script 那大家多多少少應該都寫過 怎麼說呢 因為你在編寫的vimrc 其實就是vim script 好那vim script的話 它裡面當然可以定義變數 那vim裡面的變數還蠻有趣的 它會用它的scope 會用一個prefix來表示 譬如說今天這個t 冒號開頭的變數 它就是它的scope 就是在這個一個tap裡面 那後面我們再看 Windows的 在一個windows的變數 它就會是w冒號開頭 它vim裡面的變數的scope 都是由prefix來表達 跟其他的語言幾乎都不太一樣 好 那我們接下來就看windows object windows object的話 一樣有它的編號 然後每個windows object 都會有一個buffer 就表示說這個windows 它底下那個文件 那它有cursor 這cursor就是你游標所在的位置 比如說我們來看一下 看一下這個 看一下這個windows 就是它的cursor 在10的位置 因為我現在在第一行的 第0個位置 然後這東西其實是可以改的 比如說我今天直接把它改成 23行的第5個好了 那我游標就瞬間跳來這裡了 它是可以直接被修改的 所以在程式裡面是可以控制游標 然後再來還有height width 就是它的這個視窗的長寬這樣子 不過這是唯獨 那還有它的變數啊 還有它的tap page 就是它屬於哪個tap的page這樣子 好 那再來是buffer object 這buffer object的話 你取得的時候 它的用法其實就跟 那個一個list很像 譬如說你可以直接buffer 然後後面就直接中掛號 取它的line的數值 那它就會回傳你這個line 那同時你也可以直接改它的值 譬如說今天我希望把第6行 這一行改掉 它原本叫這個嘛 那我不希望它叫這個 我把它改掉 你可以直接buffer 然後它是第6行 不過第6行 不過這個buffer 我們先看一下 它的那個編號其實是從0開始 也就是說我今天取0的時候 buffer 我今天取0的時候它是第1行 所以今天我要取第6行的時候 我應該是 應該是多少 5 對是5這樣子 所以我今天 然後它是可以 它是可改的 比如說我今天就直接改成 這樣子 好 那這個第2行就被我改掉了 我把它改回來 這樣 所以你在透過這個你就可以去修改buffer裡面的值 這樣 然後還有option就是這個buffer它相關的一些變數 像是你在業裡面可能會 什麼set tab stop 對不對 然後還有set sw shift with 這種東西 那這些東西它都會蒐集在option裡面 你可以去改它 好 欸 喔要講example了 好那我們接下來就講一下conquer這個東西 在場有 之前有聽過conquer或是用過conquer的嗎 都沒有 好那conquer這東西其實是 就是讓你的vim裡面可以開shale 簡單講就是這樣 因為之前呢 就有人跟我講說 欸你看我的emax可以上irc欸 你vim可以嗎 我就說 有好好的編輯器 為什麼要拿來上irc 那不過後來我就還是回去找了一下 發現還真的有人做這種東西 那如果你可以看 欸 過不去 好 它的conquer的話 在vim的官網你可以把它 可以搜尋得到 好它就叫做conquer shell 嘿 那你可以從這邊下載去安裝 那另外它其實 它的主要東西是在放在google google code上面 嘿 它這邊有一些screenshot 你可以回去看 好那我在我機器上面有 把它裝起來 比如說這邊 這邊有一個vim 然後我就打conquer term 然後split bash 它就會幫我切出一個 一個window 嘿 那這邊就是shale的 你可以在裡面做 想做什麼事 就做什麼事情 嘿 比如說你在下面 執行 執行那個 那個python 這樣子 為什麼是哈哈 好 這樣子 嘿 然後那上面 然後你可以把它關 當然可以把它關掉這樣 嘿 好 那另外 當然你今天是執行個share的話 你也可以 當然就可以上irc啊 嘿 所以說我們 這個事情已經做到了 嘿嘿嘿 你以後也可以用vim上irc 好 那那這邊我就 我就不臉了這樣子 好 好 那接下來這個conquer 為什麼要講這個conquer呢 那其實conquer它背後的實作 就是使用到這個功能 就是使用到vim在python裡面的這個功能 如果我們去看它的 它的那個code 你可以發現 它在autoload裡面 有一個 我們先看它的進入點好了 這個地方它是一打開vim 就會把它load進來的東西 那當你下conquer conquer load的時候 好 你在下conquer load的時候 它其實 conquer term的時候 它其實會去呼叫一個叫做conquer term 的open 這個東西 這個function 這個function 那這個function 如果繼續看下去的話 會發現它底下有一個叫做 叫做exec exec 然後python 然後接著這一個變數名稱 然後後面等於conquer 挂號 這是什麼呢 應該很眼熟 它其實就是python code 它新增了一個物件 一個conquer的物件 一個conquer的物件 然後再去呼叫這個物件的open 這個成員 成員函式這樣子 好 那這個東西到底在哪裡呢 其實它就在conquer turn 這個目錄底下 就有一個conquer.py 好 這邊有一個class conquer 然後再往下找的話 就可以看到它有一個open 它就呼叫到這裡了 所以它從這邊以後就是 就是python的東西了 那你們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看它是怎麼做 那如果再繼續追下去的話 它是怎麼在vi裡面 弄出一個shale的呢 它其實就是去呼叫一個這個 conquer subprocess 那我們再繼續看下去 conquer subprocess 那這邊當然又可以看到一個class 叫做conquer subprocess 然後它也有一個東西叫做open 那這個open再往下看的話 就會發現它其實做了fork 所以它其實是在你vi的這個底下 去做一個fork的事情 然後產生出這個shale 它是這樣子做到的 好 好 好 那有了 那這個大概就是conquer conquer conquer tend做的事情 好 那我們接下來再看另一個example 是python mode 這可能大家會比較有興趣一點 python mode的話就是 比如說今天vm 你會覺得說 我用vm寫程式 又沒有補完 你用一些id它會幫你自動補完嘛 然後我要執行的時候 又可能 通常我可能又要開一個shale 或是打一些有的沒的字 別console 我只要按一個鍵 它就幫我執行了 還有debug 我可以設中段點路對不對 那vm到底有沒有這些功能呢 答案就是有 這個python mode 提供了這些功能 好 比如說我今天寫這個程式 那我要執行它的話 我可以直接按 leader 加上r 它就執行了 那至於leader鍵是什麼鍵 就是你自己去 可以自己去指定這樣子 可以看它的說明要怎麼指定 就是leader等於什麼就好 好 那接下來它還有什麼功能呢 比如說它會幫你做pylinx pylinx就是一個 python的syntax檢查工具 比如說 比如說我今天存檔之後 喔它馬上就幫我跑出問題了 它跟我講說 mess你imposed了 可是你卻沒有用 rendern impossible沒有用 這個imposed沒有用 好 沒有用就沒有用 那我就註解掉 好 那再來這是什麼問題呢 這其實是說 這個function中間要空兩格 就是 如果詳細的資訊 你可以去參考 PEP8 就是在講syntax的那一個 那這邊就是要空格 然後這邊是說 我要 不可以在同一行這樣子 好 然後這邊是說 最後一行不可以有那個 好這樣存檔 喔它就沒分錯了 表示說我程式 已經完全符合pylinx的標準 好 然後一樣可以執行它這樣子 好 我不小心把它關掉 好 那另外還 它其實還有很多有的沒的功能 那你可以去 去看它的官網 它的官網在 它的官網其實就是 Github上面的一個 repository 那如果安裝的話 其實就把這個 repository 整個載下來 然後丟到你的 點vim目錄底下啊 就可以了 它用vim bundle 裝其實會有點問題 它會有 它的python檔案不會進去 不知道為什麼 那可能如果知道的話 就是把它複製進去就可以了 那它支援很多 有的沒的功能 那其實都還蠻有趣的 可以玩玩看 好 好 那當然它背後也是用python去做的 如果我去看它的source的話 可以看到 在pythonmode這個 可以看到它有一個叫做pymod 在pymod裡面 這些全部都是python的檔案 那有興趣的話 就可以看看它怎麼做的 好 那最後還有一個東西是 如果大家可能會 有些人可能聽過 有一個東西叫做neovim 這東西的出現是 它覺得以前的vim 已經有很多古老的東西 然後 它希望把它做refactor 它覺得code很醜 然後同時把它的編譯 改成了用cmac來編譯 在哪裡講到 忘記了 好 所以它這個是一個新生的vim 所以我就 但是它如果是新生vim的話 看看有沒有什麼新功能啊 然後就把它給宰下來了 不過很可惜的是 編完之後 我發現它裡面 並沒有python這個功能 也就是說 剛剛那些套件 或是其他套件 如果相關python的話 就是不能用這樣子 那如果 不過我看了它裡面的一些說明 發現它似乎比較偏向lua 它好像希望把vim script 整個用lua取代掉 那不知道 這個結果是好是壞啦 可能就可以看看它之後會有什麼發展 好 那大概 大概就是這樣子 好 那時間也差不多了 那演講到這邊 不知道大家有什麼問題 謝謝佳俊 那請問大家 對佳俊的演講有什麼問題嗎 好 那我問個問題 等一下 你有沒有比較過那個 JD還有uComplete.me 跟pythonmode的差別 不好意思 現在可以講清楚一點嗎 就python 在vim開發 python有好幾個輔助的套件 pythonmode其中之一 那據我所知還有JD 還有uComplete.me 它也有python補完的功能 請問你有沒有比較過 他們之間的差別 不好意思 這個我沒有比較過 我就是拿一個介紹一下 有問題嗎 好 那如果沒有問題 那我們就請下一位 講這個準備 謝謝